我觉得比较大胆的一个事情 就是能够在我们网络春晚 唱一首我自己的新歌 是我自己新歌的首唱 然后总之是希望能够 通过这首歌去表达那份温暖 希望大家早上早起的时候 或者睡觉之前 我觉得都是很适合 近两年随着网络的发展 网络春晚也受到了很多年轻观众的喜欢 2022年央视网络春晚 以青春正好当然开心的为主题 在青春二字上做足了文章 也正式拉开了电视台春晚大战的序幕 晚会开播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从实时的收视数据来看 央视网络春晚收视快速突破1.7 获得同时段收视的冠军 周深惊艳亮相央视网络春晚 小年夜的舞台 深情演绎了说声你好和光亮 周深备受现场观众和屏幕前的网友追捧 周深再一次的惊艳众人 多次参与央视晚会演出的周深 这一次带来新歌说声你好 歌声唯唯到来 讲述了青年对2022美好生活的期许 依旧是清澈且质疑的人心 又一次被周深的歌声给质疑了 情感处理得非常的细腻 这首新歌真的是太温情了 网友轻呼要开启单曲循环100遍 那祝大家 谢谢你好这两个字我觉得是最温暖最温柔的两个字 然后也希望大家无论在任何时候 任何心情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那句最温柔最温暖的 你好 谢谢大家新年快乐 周深表演结束之后的彩蛋环节太惊艳了 周深还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互动 几句经唱惊艳了众人 实力确实能打 这也是晚会的一大彩蛋 他蹦蹦跳跳的向大家送出小年夜的祝福 我听传令大一声 一所言与人平生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也希望大家做自己的光亮 新年快乐 周深可以算是歌手中最有才的一位了 他的声音展现出了一种空灵美 每一首歌曲都堪称是经典 很少有人能够超越 他的高音还有声线都达到了完美的级别 让很多的观众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为之沉醉 现在各个电视台的春晚也进入到了彩排的工作之中 很多的人在看到周深这么有才之后都被他圈粉了 没想到这么有演唱天赋的他 在语言方面更是胜人以愁 怪不得之前他的很多歌词都运用上了各国的语言 这就瞬间提升了歌曲的层次 早在央视网络春晚官宣视频当中 周深在舞台上用多国语言说你好 语言天赋圣人 他的长相在娱乐圈并不是出众的 但是他的语言天赋确实满分 而且唱跳俱佳 在唱歌的过程中 他能够很好的去掌控自己的表情 根据歌词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时而深沉时而可爱 这也是他的歌曲最吸引人的一点 之前就曾用多国语言唱跳过很多首歌曲 看来让大家佩服的一面 也就是周深的常规操作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深的语言能力无人能比 自打出道以来 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 向大家传递着正能量 能够登上央视的舞台 这又足以说明 他是有多么的优秀 现在的他 也是开始去尝试参演一些综艺 这为他圈粉无数 也让大家通过不同的渠道 对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期待他接下来的春晚舞台上的表现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